欢迎收听《古风穿越报效言情剧》第一交 第五十一集 疑惑 昭辉郡主知道真凶就是镇国公 可二老爷不知道 他还天真的以为 真凶就是那个帮昭辉出头的小宫女 先有苏清气的老夫人昏厥 再有苏清当着她的面 对昭辉不尊重 二老爷顿时怒火冲天 怕得拍桌子 二老爷怒道 苏清 你还有没有一点王法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长辈 你把你祖母气成这样 你还有理了 二老爷怒完 又朝平阳侯道 大哥 你就不管 苏清在平阳侯开口之前道 今儿的事我爹管不了 我看我还是进宫找陛下管管吧 我要问问陛下 今儿到底是二婶委屈还是我委屈 赵徽郡主气得直哆嗦 这也怕得手脚发凉 苏清依旧气势汹汹 我中毒在先 祖母不闻不问 结果二婶从宫里一回来 祖母就要对我动用家法 让我给二婶赔礼道歉 我要去问问陛下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我二婶 恶狠狠地瞪了 昭徽郡主一眼 苏清继续道 我倒是不知道了 我朝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规矩 给人下毒的理直气壮 中毒的反而要盗窃 冷哼一声 苏清凉悠悠道 哼 如果陛下不知道 谁是真凶 我不介意提醒陛下 二婶你最好也别介意 说完 苏清转头就走 二老爷有些呆了 就算苏清在宫里被人下毒 老夫人不闻不问 老夫人做得不对 可苏清作为晚辈 把老夫人气晕了 这就是大不孝 他真敢进宫 至于平阳侯和王室 一脸平静 好像啥事儿没发生 昭徽郡主胆虚 眼见没人拦着苏清 他唯恐苏清真的进宫 去找皇上要说法 立刻顾不得那么多 忙开口 清儿 今儿是二手糊涂了 二老爷直接更加呆了 他媳妇什么时候变性子了 二老爷转头看昭徽郡主 见昭徽郡主脸色发青 咬牙切齿 目露凶光 顿时疑惑 到底发生了啥 苏清嘴角泛起笑意 转头看昭徽郡主 我是晚辈 不敢求二婶认错 但是从今儿起 我院子里的人 但凡有一个出现意外 我就进宫 说完 苏清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能保护自己 辅心逼急了也能逃跑 可他院子里 还有一群首腹肌之力的小丫鬟 老婆子呢 他总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 今儿老夫人能当他的面打人 说不定名儿 就能为了逼他 一个个弄死他的人 他得保护他们 苏清前脚一走 后脚昭徽郡主 就一口气儿没提起来 故东栽倒在地 二老爷忙叫人请大夫 平阳侯和王室相视一眼 清儿长大了 知道以礼服人了 满眼欣慰 苏清在慈心堂的话 很快就传遍了府邸 苏清院里的小丫鬟老婆子 感动得眼泪一把 鼻涕一把 而这个时候 苏清已经带着福星礼服 荣衡依旧坐在外面 顾得平顶绿米小轿 会合之后 苏清道 走吧 荣衡掀开窗帘 看苏清 你打算去哪请武座 苏清笑道 不用请 我就能当武座 荣衡一脸震惊 你 苏清翻了个白眼 我比他们好很多 能免费请到我 是你的荣幸 荣衡颤了颤唇角 免费 那五千两银子算什么 荣衡 欠苏清不想开玩笑 福星也一本正经的模样 就神色复杂地看着苏清道 你还会什么 会打仗 会打人 会治病 现在武座的行当也会了 他对苏清 了解甚少啊 苏清想了想 非常认真地回答 除了不会吃亏 别的都会 荣衡呼的一下 就把窗帘放下 起车 苏清好心情地笑了起来 虽然是会合 但为了安全起见 荣衡和常青 只和苏清一起走了一段小路 就回府了 他们俩从密道钻过去 苏清带着福星骑马去了青云山 福星一脸不紧 主子 既然殿下打算走密道 为什么不直接在青云山和咱们会合 苏清没有思考到 因为他傻 福星点点头 似乎也只有这样解释了 苏清和福星骑马 和荣衡他们钻动的速度差不多 再次会合之后 苏清和荣衡并肩走在前面 福星抱着压压 与常青跟在后面 沉默了一会儿 苏清朝荣衡道 我会医术的事 你是不是告诉陛下了 苏清懂医术是个秘密 除了三赫堂的少帮主之道之外 旧平阳侯和王室之道 现在 因为秦苏把他作为逼毒密集 给了荣衡 荣衡也知道 荣衡摇头 一脸询问 怎么了 苏清就老实道 我吃解药的时候 陛下看到了 之后去御书房 陛下还问我 吃的这个是不是解药 但他没有问我解药从哪里来 也没有问我如何发现颜料有毒的 这一点 苏清非常不解 但是 他没有胆直接问皇上 荣衡听了苏清的话 差点实话 恶然看向苏清 脑子里是他父皇 在宴席上的一举一动 这 他父皇的演技 相当实力派啊 惊恶了之后 荣衡就非常骄傲地道 身为天子 当然有许多别人不能急的本事 不过 荣衡揣测 他父皇不问 大概是为了颜面 苏清能看穿这颜料里有毒 还能提前吃了解药 他作为皇上 当然不能逊色 反正父皇曾经和福公公说过一句话 他偷听来的 并且记忆非常深刻 对待未知的事情 就应该表现得比未知事情更加未知 才能夺得主动权 总而言之就是 不懂装懂 并且要出神入化 反正之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弄明白 眼角余光瞄了苏清一眼 为了避免苏清刨根问点 荣衡换了话题 公宴上闹出中毒的事 我怎么见平安侯一脸淡定啊 从头到尾 他一个字没有发表 苏清平静道 我很小的时候我爹就教我 做人要自食其力 一般我能自己解决的问题 我爹从不插手 他说 他不能张识弃人 荣衡 无力反驳 说着话 不知不觉 就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 一百个平阳军已经苏醒 他们到的时候 现场是这样的 尸体躺在地上 左手一百平阳军 右手一百零八死士 彼此怒目之事 叙事待发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